金光慧过 看来是认错吧 保安 过来去 不是 您是在叫我吗 快点 没可能开始在倒车的嘛 不是 我不是这儿的保安 你不是保安 你穿一身保安服 赶紧的别摸紧 我 行吧行吧 那您先把车往前开 然后方向盘右打 不是 我说方向盘往右打 哎呀别吵 烦死了 臭保安 要不我来帮您开吧 你个臭保安 你买得起车呢吗 你有驾照的吗 再说了 看清楚这什么车 奔驰 奔驰翼 五十多万呢 我带 行吧行吧 那您 往后盘 还是方向盘往右打 不是 怎么撞了 人没事吧 我的车 不 臭保安 你也瞎是不是 怎么指挥的 我的车蹭到了 看到没 不是 我没让您往那儿指挥的 臭保安 你仇富是吧 叫你指挥就这么指挥的 你是要铁了心把别人的好事给弄坏是吧 好啊 赔 赔 这 您 开车撞了 让我赔 这不合适吧 让你赔怎么了 你把我的车弄坏 今天你必须给我赔 赔不了 就跟我吃不了兜着走 好啊 还遇见他们总裁 李博文 李总 没想到 在这能遇到您 可真是强的 哎呀 你刚才在这个臭保安 把车给蹭了 没注意到您 见谅了 爸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啊 你看我 你看我 你把车撞了 就说是我命的 撞车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连车都没碰到 带他去修车 我 不用修 李总 哎 李总 不用修 爸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 我怎么就不能了 你知不知道 今晚夏威才发的人要来 整个日律同事名流齐聚 专门为这位大人物 准备了一场慈善晚宴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啊 这 好 我知道了 我过去吧 爸 我这要进去吧 呃 没工夫送你了 你自己回去吧啊 哎哎等会 那小狐今天吧 爸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人家是无情而无亡 不是小狐 人家生理做的比我大多了 哎呀算了不跟你说了 你赶紧回去吧 哎 呦 李博文 他怎么来了啊 看来这小子最近混得不错呀 爆发富人各 走 会会的事 走 小总 李总 怎么 钱赚多了 土也变大了 这么晚才来啊 肖总你说笑了 我刚才啊 就在 回去 这不是你配来的地方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是来赴医院的 赴医院 你 我讹了吧 赶紧走了你走了 我真是来赴医院的 我不信啊 你问他 李总 这 他 他 他是 我他爹 对 他是我爹 什么 他 宝安 李爸 李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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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说你啊 咱们这是慈善晚宴 不是格子派变装秀啊 你带你爸爸穿宝安服过来了 很好笑吗 吵吵闹闹闹闹闹 成口体统 怎么回事啊 这里怎么还有个宝安 把他给我带下去 周老 您有所不知啊 他可是咱们绿藤市新秀 李博文的父亲啊 父亲 保安 不好意思周老 他 他确实是我父亲 李博文 平时我一直很看重 你怎么变得越来越不懂事了 今天是什么样的场合 即便你要带你父亲 出来见见世面 至少也得给他换件正经衣服吧 还有你 看你这身打扮也是穷苦人 在事业上帮不上你儿子什么 但是你至少也得懂点事 不要依老卖老 看你儿子成为笑柄 难道这是你想要看见的吗 周老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不是我儿子带来的 我是受道歉的 李叔 咱能别开玩笑了吧 你看看这李博文 不货自得红了 你再说下去啊 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我真有 我真有秦简 爸 你就别丢人了 这场宴会都是周老组织的 周老压根没法秦简 我还说这是他发生的 行了行了 都是当父亲的 我明白你的心思 不想让孩子丢人 这秦简 就当是我发的 庞然 我来带你李叔 找个地方坐一下 李博文 你跟我来一下 李博文 老人无德 全家遭殃 是 你看你父亲做的什么事 他勤简 我什么时候送过勤简 周老 您怎么了 没事 我刚才说什么 您说老人无德 去全家遭殃 没有 是你误会了 我是说 做儿女的 要学会体谅父母 不要因为父母的地位高低 就横眉冷眼 懂吧 懂 待会儿你去陪上你父亲 我去换一件衣服 你替我引荐一下你父亲 引荐 不至于吧 我这就把我嫁过来 你看你 刚才我怎么说的 要尊敬父母 有你就要对待你父亲 去吧 周老 马上去查 这勤简到底是哪儿还 是 呦 李总 你可算回来了 让你怕少吃点啊 吃饭找人打包带回去 这就别管了 别吃了 怎么办 这东西放这不就是让人吃的 又不是让人看的 你 晴儿 那就是清晖集团 吴晴儿 吴总裁 他那么年轻漂亮 他结婚了吗 你想什么呢 追他的人都排到月球去了 人家吴总背后有靠山 在咱们绿藤市是过江龙 能看得上咱们 别想了 什么 儿子 你喜欢 你别瞎说 我喜欢有什么用的 这凡事啊 那讲究个门当户队 确实要讲个门当户队 李叔 您还有这个自知之明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我不讲这套啊 虽然他吴晴儿 人家门槛是低了点 但是啊 只要他俩合适 小心 你是说人吴总 配不上 你们家 别说了 李博文 没认识咱李叔很幽默 哈哈哈哈 儿子 探什么起 算了没事 你这老大不小了 要不要考虑结婚了 我看人家吴晴儿 人就不错啊 要不我把女兄 撒合撒合 爸 你说什么呢你 人家吴晴儿是清贵集团的总裁 背后还有大资本 光是人家个人的身家 都十七亿了 我怎么高攀得上啊 你是我儿子 我高攀的 爸 爸 你没发烧吧 你要不要听听你 你在说什么 怎么了 我又哪说错了吗 爸 你看看你这身衣服 如果不是我 你能进来吗 如果不是我的话 刚才在门口 你让人给欺负了 如果不是我 回路贯小学的保安 你当得上吗 人家高攀咱们 一清醒一点好不好 我在人家眼里 顶多就是一个普通小老板 而你也在人家眼里 啥也不是 是吗 别自以为是了行吗 而坐在绿头是没那么强 你说的前半球你就到了 但你说的后半球 我不同意 老爹我们合适 这点是比起来的 不是 是 我觉得 咱是不乐 对 喜欢就勇敢追求啊 是是是 不是造成门吗 对 黎叔 要我说呀 你就上去 帮帮李柔 他得比薄 不敢跟任务总打招呼 你去帮帮他 万一这事 成 梁博 你少说两句啊 怎么了 人家梁博说的有道理 喜欢就应该去 勇敢追求 你不去啊 我去 我帮你俩去 哎哎 哎呀爸 你就别丢人了 他俩逗你 逗傻的事 你还真信了 没想到吴总亲自来了 真是不密曾辉啊 真好客气了 那就不打叫吴总 请别 我问她 说说你来这干吗呀 四处餐在那一边 你跟我干啥 那李柔这后骨早点好吃的 等会再吃 这会啊 不想甚至会是 跟他聊聊啥 都是婚配啥的 要不你们先 小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你 撮合对象有啥丢人的 你们也觉得小吴不错吧 李叔 我劝你注意一下言辞啊 你不是让吴总是谁吗 别以为自己年纪大就为老不尊 这为老不尊 我有吗 李叔 我给李伯文面子 我叫你一声熟 我不给他面子 你就是个臭保安 你儿子李伯文搬手起家 混到现在多不容易啊 那点面子都让你败光了 不至于吧 人小吴都没说话呢 小吴 爸 你别一口一个小吴子 人家是吴总 吴总 这你问他爸下来不懂事 妈了妈了 李叔 你怎么来了 我真不想给你介绍个对象吗 谁呀 不过只要是李叔你介绍的 我满意 你说的 我儿子 你好 我叫乌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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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